就是这个买家是在今年的2月29号下的订单 然后是在3月4号就已经签收了 然后并且就是中间没有再有任何联系 说有衣服有什么问题联系过商家 然后在今年的4月16号就是申请了那个退货退款 然后而且是没有经过商家的同意的 我是后台看到已经被客服打开了售后路口 去看订单才发现这个订单已经过了很久 方女士说顾客买了一条裙裤价格59块9 收到退款申请后 她通过平台客服联系上了顾客 然后她才告诉我说是因为自己怀孕穿不了了 但是之前是完全不知道的 她是买的时候怀孕了吗 没有 她是也怀孕了穿不了这个理由 是的如果说是有质量问题 肯定第一时间说的是质量问题 而不是先把质量问题藏在心里面 故意不说然后找商家说其他原因的 那这个客服平台会支持她这个退款吗 然后平台说只要买家是90天内 有这个对衣服有错发呀漏发呀 然后包括说有一些描述不符的 都是可以退款货的 记者查询到斗电的售后申请期限 一般是7到15天 方女士说正常情况下 一旦超出售后期限 订单的售后通道就会关闭 这笔退款订单的协商记录显示 4月16号平台客服替商家打开售后入口 买家退货原因填的是不喜欢效果不好 19号平台仲裁支持用户退货 说是商家责任 之后买家将衣服寄回 方女士21号退了钱 她说虽然这次售后已经处理完毕 但心里很憋屈 于是录了一段视频 发布在自己的短视频账号下面 方女士说视频发布之后 买家通过客服找到她 说她泄露了个人隐私 方女士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她提供了聊天记录 现在挺害怕的 所以我不知道 因为是昨天晚上 我怕她真的找上门来 所以我今天都不敢在家门口 所以我也说不要曝光她的信息 因为怕她现在又是个孕妇 我怕她受到刺激 但是所以我现在的问题 其实不用去找买家 我现在是需要找平台 也希望曝光一下这个事情 然后让大家都知道一下 商家其实现在中小卖家 其实挺难的 两三个月以后退货平台 都是支持的 咱们超售后期打开这个入口的话 就是被虚拟商品订单创建 如果说小于等于730天的话 这边的话 如果还有这个需求 给她平台客服 这边描述了 就是说有这些问题都描述了 就是说也是可以打开的 就是说这个的话 是可以打开的 就正常的 小于等于多少天 730天 记者将方女士遇到的问题 反映给了平台 平台方面后来回复 经核实商家与消费者产生消费纠纷 消费者申请平台介入处理 基于双方举证和售后流程 平台支持消费者诉求 如商家对平台处置不认可 也可通过商家后台进行申诉 平台将第一时间核实处置 188黄金眼记者报道